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有關於電影 其實我自小就 很多朋友都是這樣 很小時候喜歡看電影 我們看電影以前 去一些很大的戲院 例如麗公 坐到一千人都可以 就算是小的戲院 坐到幾百人都可以 最初有戲院的時候 我去看電影 其實最初都是叫拔三尾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叫拔三尾 拔三尾就是 家人可能買了五張票 進去就有九個人進去 為什麼可以這樣呢 因為通常他們進去 很多人一起等 入場 看電影以前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很多人很隆重地去看 每個人就衝進去 你可以放到幾個人進去 有些更加厲害的 簡直是沒有票進去 進去之後 躲到廁所 等破了一會兒才出來 我們也試過 買前座票 走到中間 走到後座 或者特地去看電影 這是我們以前經常發生的事情 在80年代 現在很多戲要排長紅去買票 可能是年二十七 就去排連三十晚 九點幾 十二點幾 去戲票 因為那時候 唯一就是這些娛樂 很少有其他娛樂 這個是好像 最近阿Sam那些 拍那些金剛的片 最佳拍檔的片 經常都出現這些 80年代 就是最厲害 最蓬勃 後來漫漫 香港電影的昔尾 今年快要有電影金像獎 應該是星期五月六號 會播出電影金像獎的頒獎禮 其實今屆也差一點搞不到 因為如果 在國際性來說 如果一年的出品 是不夠五十套戲 在上映 即是包括自己拍的片 也都包括外地的片 上映不夠十套 其實他是沒有資格去辦 一個頒獎典禮 我想 接下來這一年應該 那個機率就會小 因為這幾個月都停了很多戲 現在戲院和電影生態圈 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現在經營電影戲院 很多都不是很賺錢 甚至乎是打和 虧錢 因為現在大家的娛樂 太多了 很多飯娛樂 很多飯是廣泛的飯 包括手機、電腦 全部有很多媒體 根本你就花不了那麼多時間 看了那麼多東西 還有現在 有這個機頂盒 整個生態圈是轉了的 最近疫情 內地本來那些戲院全部叫停 然後有一套應該叫做 拱媽 即是徐曾那一套 就由在電影院播 就改了去在網上首播 在抖音那裏播的時候 令到整個生態圈是變了 其實這些東西以前 早一兩年已經是開始醞釀了 那麼Netflix呢 應該是2019年 應該是2020年 今年 他們會投資大概17個billion 即170億美金 去做它的 content 然後幾個 包括Amazon Apple 他們會投大概60億美金去做 然後第四位的Hulu 即華納 會投大概30億美金去做它的內容 然後第五個就是Marvel Marvel是會投20億美金去做它的內容 這個是包括Disley Plus 還有Fox 因為迪士尼買了Fox 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所有的內容那些 大部分會放上網 而Netflix是投資去拍很多劇 或者電影 其實早一兩年 我們曾經去研究過投資電影 也都寫了 寫了一二百萬 寫了一套劇本 是一個類似Documentary 即是一些記錄性的 是講一個內地的藝術家 我們是用一個外國人去包裝 去拍這套電影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在內地的上映 都要分開合拍片 和引進片 或者純的內地片 我們自己計算過這條數 即是如果你要去 因為內地是有那個內容的審查 即是如果你以一個 要去它通過中宣部 通過文化局去審查你那個內容的時候 你根本就是 那套戲應該就會是多悶 反而反過來 你當作是一個引進片 你去給它檢查 可能有些鏡頭會生減的時候 那氣味會比較濃 那這個是大勢所趨來的 香港現在拍的片的數目 就越來越少了 他們Netflix 或者是內地的愛奇藝 騰訊 或者是阿里 他們都會做很多這些電影的內容 去給它們自己那裡 那他們就會跟一些 他們出錢 那有些 他們背後有很多大數據 他們知道那些人喜歡看什麼 那他們就可以放膽去投 他們認為會爆紅的題材 還有它有足夠大的群眾的社交平台 那它是可以足以可以做到一個小 令到那個電影是炒熱的 因為內地是很 人是始終是群體動物 一窩蜂那些人說好看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去看 也都試過什麼春宮什麼圖 劉德華以前那一套 春宮富山圖那一套 那一套 說那一套爛片 都會有很多人去看 為什麼呢 就是看它究竟有多爛 就好像外國那些叫金草莓 頒獎勵 就算爛片出來一樣 那時候 大家要留意整個生態圈是變了 那香港的電影業 其實如果你不是做一些合拍片 或者做一些叫引進片的時候 你只是靠香港本土市場 700萬人的市場 根本是很難會立足得到 因為現在你香港片 走去賣去外否 基本上是不夠內地用這樣的錢 用的堆砌拍出來 是這麼多人去看的 今天想說的關於電影的就是這麼多了 拜拜